或者叫計算底線VBA 這樣會比較清楚 VBA OK 他就自動怎麼樣呢 幫我產生一個SUB 有效範圍部分 其實有沒有加public 或者有沒有加private 其實在這邊 基本上沒有影響 因為我們不會被 其他的城市呼叫 的話 基本上 public跟private 其實沒有差別 OK 我們用預設的 按確定 你會發現他只是幫我們做什麼 做幫我打上去的動作 當然你可以自己打上去 有時候我習慣怎麼樣呢 我自己習慣打上SUB 然後後面加上什麼 加上一個 我的 這個所謂的副城市的名稱 小瓜湖 andSUB 那就開始撰寫城市了 那這個城市的話呢 我們要做哪些事情 我剛剛講過 其實一般我城市撰寫 我會把它縮放 大概到這裡 就是你可以 在城市撰寫的時候 也還可以看到後面的 後面的 我的Excel的一個畫面 那我可以透過後面的畫面 來撰寫我的城市 因為兩邊是 互動的嘛 因為我其實是根據 後面的Excel的需求 來撰寫城市 所以我的需求什麼 我今天希望 怎麼樣呢 在第 第 這個 B4的儲存 一直到B59的儲存 裡面呢 怎麼樣 下公式 對 那公式裡面會有變的部分是 4到59列 所以我 可以這樣打 第一個 先打個4回圈 打4回圈之前 請你按一個Tab 因為這地方是一個縮排 按一個Tab 然後打一個4 4什麼呢 I的話是一個變數 等於4 到59 那特別注意就是 Enter FOR有FOR一定會有NAS 那這裡特別注意 這個I是個變數 可是在那個 別的城市設計語法裡面 是要去 宣告的 可是在VBA裡面 很方便一點 就是說他完全不需要宣告 也就可以使用 所以VBA裡面沒有宣告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 OK那第一個就是 FORI等於4到59 那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 要幫我把這個格子裡面的東西 怎麼樣呢 把它 輸入一個公式 公式的話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公式 就是 我們的B1要乘上1 加上利率 然後再來就是 幾次方是上面B3的位置 所以接下來的話我就把這個公式 那特別注意就是接下來就是你的 物件名稱 物件名稱 如果我今天要針對什麼呢 針對儲存格 如果是 他的這個數字會改變的話 我通常會用 Sell 有沒有 剛剛有個 錄製的時候會有個什麼 ActiveSell 對不對 那其實 如果你是指的 某一個Sell的話 它要叫S Sells Sells 指的就是儲存格 刮爐之後 你會發現 他一定會跳出提示 Sells 是指的是哪個儲存 那後面給他什麼 第一個是RowIndex 就是你哪一列 哪一列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哪一欄 那哪一列呢 其實 這個列號 因為我們會4到59 所以其實你這邊給他i就可以了 是